你告訴我 放下 我有一個E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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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 我和諾威和諾威 跟世界賽炮 身為拆彈專家的索尼亞車裡 卻被安裝炸彈 想盡辦法解救兒女 放下 我沒有辦法 必須在30分鐘內 拆除炸彈 並招出幕後主使者 讓前來救援的同事 交集如焚 情況險峻 我們有40kg 40kg 代表一個小孩 以地下停車場為單一地點 密閉空間場景增加刺激度 讓觀眾跟著車內外的人 心跳跟著加快 緊張他們能否平安逃脫 另外這部看了 也讓人膽戰心驚 -B67 TV Tower -我從沒爬過 -Beggy -如果你不面對你的恐慌 你永遠都會害怕 希望讓好友走出家人墜古意外 追求刺激的兩位女主角 決定攀上高達610公尺的電視塔後 卻意外受困在頂端 -我們沒有訊號 -有水在那裡 -我們有50公尺的鞋子 -我覺得我可以放下我 高度超過台北101 面對惡劣天氣和物資短缺 他們設法活下去 而電影也實際搭建20公尺的高塔 -其實高達 -這就是你夢想成為一個演員 -因為我工作得更容易 -在天氣燒 -我害怕我會死去死 拍到手臂曬傷 兩名演員上下過程很困難 想移動時還得出動吊車 電影上映短短四天 全台票方突破300萬 影迷勝利其境 跟著角色壓力指數爆棚超過硬 TVBS新聞 -我們下面是恐慧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